嘿 你好 我是大风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新金 这本书是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就买了 然后当时花了我五块大洋 这个可以看十元本 当时花了是五折的价格买 然后买回去也没有怎么看 现在最近几天在翻了翻这本书发现 非常牛逼 很有感触 然后我想把我的一些心得 一些感悟一些体验 给到分享给大家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关于语言认知的书 就是关于认知的认知 就是对于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认知 好 先给大家复盘一下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粒子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易富如是 色粒子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生意 以无色身相畏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到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朵 依波罗 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 波罗 波罗密多故 得 阿闹多罗 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曰 皆地皆地 波罗皆地 波罗僧皆地 菩提撒婆赫 好了 那么这本书 其实讲了什么内容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关于认知的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人类 怎么认识这个世界 这个体系的一个认知 一句一句来分析 就是说前面第一句是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密多时 照进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菩萨当时在修行的时候 发现了五蕴皆空 就是五蕴它是没有一个自信 都是因缘而生的 本体空性的一个真相 发现这个真相之后 它就能够度脱一切 人类所面临的生死 烦恼这些苦恶 那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里面说的五蕴到底是什么 后面会说 然后面是说 色粒子 色不意空 空不意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下行实 亦附如是 什么意思呢 这四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 说色和空 是一体的 那怎么理解色和空呢 色在我来理解 就是说 我们一切的分别心 空就是 就是无分别的一种状态 我是这么理解的 可能也不对 为什么有分别心的时候 它是一种色呢 我们所给我们周围世界 所施语的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词语 我们发明出来的词语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所有这些词语 都是一种分别心 都是我们意识下面的一种 对于世界认知的一种 一种参见 参考 一种标识 一个分别 比如说 这个是凳子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鼠标 这个是键盘 这个是窗帘 那这些东西 它是展现出来的是 它各种的形态 本身它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一个自信 说它本来就是要成为一个 你的键盘 或者你的鼠标 你的杯子 你的鞋子 这才是真相 这是真相 怎么理解呢 这个世界的运行 好像就是 一片汪洋大海 就一片波涛汹涌 然后呢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就是取其中的一个 小小的波浪 在一片汪洋大海中 取一片小小的波浪 一个顺时的 snapshot 给它一个概念 把它称之为椅子 把它称之为桌子 把它称之为高兴 把它称之为高 把它称之为矮 把它称之为胖 把它称之为瘦 把它称之为所有 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些词汇 我们去描述它 但是它其实只是 这个云云众生 所有的世界 大全世界里面的一个 剪影都称不至不上 它只不过是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无关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受 所能够捕捉到的 那一个顺时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波浪 称之为这个东西 我们把那个波浪命名成另外一个形状 命名成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把其他的波浪命名成其他的形式 其他的东西 但是这只是一种分别 这只是一种人性的一种脚手架 去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事物 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东西 色呢 它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是局限的 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但是这个世界太庞大了 它是一派波涛汹涌 它是一片汪洋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局限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波罗 波罗蜜多的这个智慧 就是说带我们去认识到我们这个 认知的局限 这种原认知 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怎么认知这个世界的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生发这些色 生发这些概念 生发这些东西来理解这个事情 而这个事情的真相呢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 它就像是波涛一样 是一个空的一个东西 我们只是截取了它其中的一个显现而已 然后把它凝固下来 做称作为一个概念 称作为一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波浪 它这一秒它会成为这个形状 它下一秒又会马上变化 成为另外一个形状 显现出另外一个表现 所以它的本相永远是空的 它是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的 好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底层逻辑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理解这篇《心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了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好 前面我们不是有一个疑问吗 什么是五蕴 那这里他提到了 就是五蕴就是包括色 受想行识 色是什么呢 色是我们对于这些物质实体 对这些东西所赋予的概念 包括桌子以及这些东西 肉体 我们的肉体 那什么是受呢 我们的感受感官体验 触觉 味觉啦 嗅觉啦 视觉啦 这叫受 想就是说 我们因为这些感官体验的基础而激发出来的进一步的想法思维 这就是称为想 行呢 行是什么 行就是说这种激发出来的这种思维的深深不息的这种思维的预念推动 这种过程称为行 实是什么呢 实就是我们对于就是基于前面的所谓的综合 我们对于外界的一个认知 那色 受 想 行 实 它是层层递进的 先有物质基础 先有色 后有 受 后有想 后有行 后有实 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认知疗法里面提到的ABC A是事件 什么事情 B是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 C是你采取的行动 你有这个看法你采取什么行动 就是针对这个事情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采取的什么行动 我们基于这个认知的一个逻辑链条 来去管理自己的认知 正确认知我们的行为 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色受想行识 好了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五蕴之后 我们再来看后面 他说舍利子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解 也就是说 还是说没有分别心 他说 就像刚刚说的波涛凶 中有的大海 它就是一个波浪 你要去分别这个波浪跟那个波浪的区别吗 你要去分别吗 你可能在这一秒 它这个波浪是这样的 但是下一秒它的波浪就变了 它的形状就变了 然后你又会赋予另外一个概念 然后你赋予一千个概念 一万个概念 所有的概念都是波浪 其实本质上都是波浪 都是浪花在不断的变化 那其实它本性是空的 它本性是空的 你的富裕的概念 当然也是有意义 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只是说你要明白你 你这些富裕的概念 只是仅做你当时认知这个世界的工具之用 所以理解了你整个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 你这个方法之后你就能够明白 你就不会被这个波浪突然消散 变为下一个波浪这件事情所困扰 因为你理解它的本性是空性的 它可以有很多转化的实体 有很多色的表现形式 那么你就能够理解 它是能够从一个波浪的形状 转变成另外一个波浪的形状 而只不过是它在转变成这个波浪的形状之前 你给它赋予了一个概念 而已 事故 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声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劳死亦无劳死尽 无苦击灭到 无智亦无德 这里面说的其实是 还是空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哪些东西呢 五蕴 无受想行识就是五蕴 佛家里面所说的五蕴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哈 无眼耳鼻舌声意 这就是佛家里面所说的六根 然后无色声香味触法 这个就是佛家里面说的六成 然后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无老死乃至无老死亦无劳死尽 这个又不是佛家里面说的十二因缘 无苦极灭到 这个还是佛家里面说的四圣地 那所有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诸法 所有这些佛法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空 世故 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这些都是空 那什么叫六根六成 还有十二因缘 四圣地是什么 具体的意思哈 六根呢就是说 眼耳鼻舌声意 色声香味触法 眼就是对应色嘛 就是眼睛看到的各种物质实体 这些东西 眼对应的是六成中的色 耳呢就对应着身 鼻就对应着香 然后舌就对应着胃 然后身呢就对应着处 身体的处觉嘛 一人就是思想 一种因为法径啊 一种法径啊 一种法径而产生的一种认知 一种意识 意识的对象 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是说 就是人的十二种因缘啊 十二种因缘总共有 无明 行 实 明色 六入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这就是人经历的十二种因缘 然后它把它归类为各种因缘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概念 一些东西 一些概念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概念 就是我们人为 诗语的 用来理解我们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 一些 一些脚手架 那它也是有用的啊 我们不是说这些概念是没有用的 只是我们要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概念啊 这些概念生发的原由 它只不过是波浪 什么叫苦之灭道呢 苦就是苦 就是我们所说的苦 佛家有八苦啊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还有五蕴的苦 五蕴之苦 所以这八苦 苦呢 苦 有了苦 那极是什么意思呢 极是 产生苦的 原有 产生苦的原有 苦是苦果 极是产生苦果的原因 然后灭呢 灭是什么 灭是说 消灭苦果 消灭这一切烦恼 这种结果 那么道呢 道就是说 为什么能够消灭这一切苦果的道理 你的原因 你的大道 智慧 所以这苦 这加起来就是 苦就是果 即是因灭呢 也是一种果 就是消灭苦的一种结果 然后呢 道就是能够 消灭苦的一种道 一种原因 所以这佛法的适圣地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概念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empty 无智亦无德 就是说 我们并不在 并不存在修行 并不存在一种得到什么东西 修行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概念 所以这些分别心 其实都是一种空的 好 后面我们后面就说 已无所得 故菩提萨朵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得阿纳 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实这段话的意思就已经 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因为没有所得的原因 所以菩提能够修行圆满 就是因为他没有所求 他能够修行圆满 并不存在所正之果 所以菩萨能够依波罗波罗密多 圣妙法门修行 而不再有所牵挂 有所自爱 因为没有牵挂和自爱 所以不再有恐怖畏惧 而远离了一切事情的颠倒幻想 颠倒幻想 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 挂碍呀 执着呀 颠倒的幻想 把这些虚的东西 当作死的东西 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浪花 都只不过是一种 演变的一种形式而已 他只是他并没有一个自信 都是空的 他都是空性的 因缘合合而成的而已 他可以成为现在的浪花 他也可以成为下一秒的浪花 他也可以成为其他的浪花 这个世界就是一条大河 奔涌而下的一条大河 我们的眼 我们的耳 我们的鼻 我们的身 我们的所有的感官体验 只不过是 是非常有限 是局限的 是非常局限的 它只不过是一种色 形成了一种色 就基于我们的感官体验 所形成的 所形成的思想 所形成的感受 所形成的意念行为 都是空的 因为我们感官体验的这个基础 就是空的 所以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空的 都是本来没有一个自信的 都是我们自由的牵挂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那我们要理解我们的感官这些东西 局限在哪儿 这就是一种原认知啊 就是对于我们认知的一种认知 我们是怎么认知这个世界 我们刚刚也说了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就像是我们拿着一个探照灯 在探照其中的一片海浪 把这个海浪固定下来 给它起一个名字 称之为桌子 称之为 我掌握了这个道理 称之为得到 称之为各种概念 那其实 这个世界它是永远在连续的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它可以衍生成这个形状 它也可以衍生成其他的形状 它的本性是 没有一个自信的 没有任何东西 是为了任何东西而存在的 它都是 我们只是截取了某一部分 然后 去把它 定义为一个东西 这是称之为色 但是呢 它又是空的 故知波罗 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这句话就是自夸了 就是说 我这个大智慧呢 就是大神咒 大明咒 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就是说我这个 咒 是无上的智慧 能够帮你 除掉一切的苦了 故说 故说 波罗波罗蜜多咒 急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婆赫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下次在说这个波罗大智慧的时候 你就念一个这样的咒语 当你念这个咒语的时候 你其实就已经是在说这个大道理 大智慧了 就是说很多东西它只能密而不语 密而不宣 就佛法很多道理 它都是一种咒语 咒语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善的咒语 它是一种善的咒语 然后它咒语 为什么说它是咒语呢 因为它就是不可言说的一种秘密 我们就称之为咒语 它是不可言说的 然后它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把它组织起来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很有力量的一种东西 所以下次你就可以在心中默念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婆赫 这样的话你就是给自己这种力量 就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源 世界的真相 证悟的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心经 所以它整个的其实它的实证内容 我们只是在前面的几句话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使 亦附如是 然后所有那些东西都是空 就这面的道理 所以来看它其实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是一个 如果结合现在生物学的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 我们能够对一个行为做出反应 我们能感受到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的触觉细胞 我们有了反射弧的形成 我们这些东西的形成 我们的生物基础 给到我们这个反应的机制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它只不过是我们的生物肉体 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机制 所给到我们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感受它其实是非常不靠谱的 很多时候都是不靠谱的 而且我们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我们的感受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跟蛇所看到的东西 跟其他动物所看到的东西 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又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每个人 每一样所看到的东西 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都是真实 都是无比真实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是光线 是看到 看到那是蓝色的 那么可能在其他人眼睛 看到的就是绿色的 或者是红色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又是无比的真实的 你又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真实 什么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所以 这些东西呢 它没有一个自信说 它又就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之后呢 你的认知就起来了 你就会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所以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就是说 认知到我们的认知本来就是有局限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这是一个真相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个真实的 它不是那么玄妙 它就是一个真实 它告诉我们的真相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我们认知到了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有什么现实的作用呢 难道我们要做一个草里虫吗 我们要割舍掉我们的眼耳鼻色声音 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吗 我们要割舍掉这些吗 把自己变成一个草里虫 什么也感受不到 什么也不用去做不用去想 这样吗 完全的出世 完全的出家当一个和尚 然后也斩断所有的感念 No 我觉得这个佛法的意义 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此 而在于说 让我们理解到我们认知本身的局限 这一个事实 证悟大道 就是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这个世界的运作的真相 理解到我们感官 这个通道本身的局限 那它给到我们的一些现实的意义 我觉得会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 我们证悟了这些真相之后 我们本身的认知会得到提高 所以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事情的本质 所以它对我们的现实的意义 第一点是带给我们更好的认知 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 第二个呢 是让我们更容易的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 第三个是觉悟 觉悟 享受觉悟本身的一种乐趣 觉悟本身是有乐趣的 带给我们更高的一种能量 前面我们说了哈 所以呢 它对我们去处理一些事情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 突然有一天你的老婆对你发脾气 如果你把它对你大吼大叫这件事情理解为 它对你发脾气 或者理解为 它在针对你 那你就是 就是只看到像 你只看到这个像 只看到这个表像 你只是感觉到它的语气 听到它的语气 看到它的面容 你只是着像 但是你没有感受到它 它这个像之后的那种本质 本性 它其实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状况 或者就是它没有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它对你发火 它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那你要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呢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充分的认知的技术上 所以 所以 心经本上是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世界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方式 就是第一个首先认知到我们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我们只不过是在浪花中取了一个片段来给它强加了一个概念而已 我们是这样的认知世界的 这样的认知方式是有局限的 所以 心经是讲了一个这样的道理给我们提供 所以本质上呢 我们是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 所以呢 怎么提高我们的认知呢 就是 三种见 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见天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对于世间万物 所谓外界的环境的认知 都只不过像是 在滔滔不绝的汪洋大海之中取一条浪水 然后给它起了一个概念而已 我们是在做这样的程式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做这样的程式 当然我们是 这些程式是有必要的 是帮助我们去认知这些浪花 这些东西 它只是起到一个短暂的脚手架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可执迷 不可执着 所以呢 这个就叫见天地 明白天地广阔 世世深深不息 然后转化流转 这样一个过程 见天地 那么什么是见自我呢 见自我就是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自然流转的过程 因缘和合而成了你 而你的这样一个存在 那么你的情绪呢 你的感官体验呢 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都是波动的 祈福的 都是变化着的 所以也不可执着 见自己 认识到这些 理解自己 然后呢 见众生 你就是众生之中的一个 众生就是其他的人 他也会有情绪 会有波动 会有这些感官体验 他们的感官体验或许跟你又不一样 或许又相同 那你也要理解到这种差异 理解到这种视角的差异 观点的差异 感官体验的差异 那么你会尊重这种差异 理解尊重 尊重是在理解基础之上 所以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明白了这些东西 你就能够远离 你因为执着 因为分别心 而种下的苦恶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 心经带给我们 真实不虚的 一种庞大的力量 感谢大家的聆听